宜蘭市各界中秋節绕军活动 市长江通渊亲自带队率同各科室的主管 以及会同宜蘭市民代表会 宜蘭市里长联谊会 前往金六节营区153律慰问官兵 并制证5万元的慰绕金 敬祝国军弟兄们中秋节快乐 110年宜蘭市各界中秋绕军团 由市长担任团长 并会同宜蘭市民代表会 以及宜蘭市联谊会 共同前往金六节营区来慰问官兵 并制证幼子和慰问金 敬祝国军弟兄中秋节快乐 谢谢宜蘭市长 谢谢代表会 在百忙当中还来我们金六节营区 来探视慰问我们的宜蘭级官兵 市长上任以来一直很关心 我们宜蘭的宜蘭以及我们的干部 时常三不五时都来关心我们 那我们在战备任务 我们在新兵训练 还有在灾害防救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更加精进 更加努力 尤其目前疫情都还没有缓解的迹象 那也跟所有的乡亲跟市长报告 我们在防疫的工作 一定是最高标准滴水不漏 近期我们看到共军的军舰跟军机 不断的侵扰我们的海域及防空识别区 那我们国军也提升战备 那在这段期间 我们国人能够平安快乐的过节 也感谢国军弟兄的努力 辛劳的付出 市长江冲渊表示 国军除了平时操练保家卫国之外 一旦发生天灾地变 还要加入救灾工作 相当辛苦 加上最近共军不断扰台 增加国军战备负担 希望藉由这次秋节绕军 为所有保家卫国的军人 致上最高的敬意和泄意 尤其现在共军时长扰台 我们的国防压力相对的增加很多 在各项的事务 新兵的训练 或者国防战力的保持 一样是要持续 这样才可以让国家的 国防安定力量 来做最好的一个稳定 在于封灾期间 不管是災害应变中心 的一个准备筹设设 现在是投入的救灾防灾的行列 我们的国防力量 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们 也都共同来投入 最大的一个付出 让我们在城市安全的守护上面 可以做得更加的落实 闹军团带着各界 满满的关心和祝福 在中秋节前夕 向国军表达慰问和敬意 借此和官兵来互动 促进军民同心 表达军爱民 民进军的团结互助精神 一人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福